两边的房子就比较乱一点,没有规划,那个高度都不一样的,外面基本上都没有装修,没有加颜色的,现在有一些房子外面有加颜色,后来加的,就是目前,对,有加颜色没有多久,那前面的话,外面完全都没有什么颜色的,没有装修,没有加颜色,为什么呢? 刚刚说了,这边就算郊区,对,谁住这边的呢?农民,是,农屋,台湾这边如果有的农民,有本家搬过来盖洛这边的话,他们没有办法入盖洛中心那边的,那边的房子蛮贵啊,他们买不起啊,那怎么办呢? 他们会报到盖洛的外面,叫去那边的呢?每一堆夫妻买下来一块土地啊,改自己的房子呢?一层楼,三层楼,六层楼,都可以的,哦?那么多的层楼啊? 他们不是一堆夫妻,二姨妈,是没有错的,我们爱的这边,家人喜欢住在一起呢?哦,那个爸爸爸爸入第一层楼,他们的孩子呢?会入上面的呢? 哥哥入第二层楼啊,姐姐入第三层楼,弟弟入第三层楼,这样子的,所以呢?你们看这边呢?一般说,在这边呢?你们看一东方,有多少层楼就是到了家里,有多少口呢? 本来呢? 本来呢?